从卫明湖到生命泉 他们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 这趟信心之旅绝非一帆风顺 有怀疑困惑 有挣扎和挫败 历经了激烈的内在思想争辩 他们猛然顿悟林语堂的抑郁惊醒 梦中人 把蜡烛吹灭吧 因为太阳升起来了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 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 本特辑文章来自从卫明湖到生命泉 摆明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一书 普世佳音出版 特此感谢授权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 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 我是小敏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曾经如梦幻泡影的愿望 如今悄然而至 作者刘文俊 刘文俊 刘文俊 出生于河南省 2000至2007年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雪花飘落在波士顿西郊的树林间 音韵弥漫 雪花飞到燕源的青砖带瓦上 点缀着林狐轩的翠竹轻松 雪花月经翻为石鱼张开的大口中 调皮细细 雪花蹭入赛万提斯铜像的眼窝中 安静沉思 雪花速速穿越时空 带我回到19年前的北大 雪花飞到19年前的北大 富多彩的人生画卷 五四路上的社团招聘百团大战 大奖堂的昆曲绵绵 水秀翩翩 宿舍楼里停着应急灯通宵自习 拿过英特尔少年科学家比赛的铜奖 可是 也有未得高分 抄作业作弊的行径 羡慕着某某大牛裸考满分 也清理了校园内 一年三起自杀事件 夜晚不敢从自习楼的天井走过 在北大时 我常惦记着家乡的弟弟 高考时 我成为家乡的地区状元 爸妈也自然而然地 期待弟弟学业有成 然而 事与愿违 弟弟在初中被迫留籍三次之后 更加厌学 爸妈苦口婆心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和风细雨 却效果甚微 后来 带弟弟逃学 面临被开除 妈妈于衷跪在老师门前求情 回家之后 毒打弟弟 如同暴风 咒语 为了弟弟的教育问题 爸妈常常争论不休 家里风雨飘摇 在这些痛苦中 我开始思考 爸爸总结了许多学习方法 指导我颇有效果 为何用到弟弟身上 却适得其反 到底教育 是怎样一回事 我学习的是理工科 毕业后得到很好的工作机会 在央视 从事工程师工作 可惜 我的心思 始终不在技术 2010年 丈夫得到来美国工作的机会 于是我辞职来到美国 打算读教育学 原儿时的梦想 出到美国 美好的自然环境 带给我反普归真的感觉 可惜短暂的蜜月期之后 不会开车造成的交通困境 语言的障碍 文化背景的差异 使我陷入 好山好水 好寂寞中 先生转发了一封邮件 请大家参与给 一位需要卧床的孕妇 轮流送饭的活动 我原以为是公司发起的 觉得好温馨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基督教会发起的 我由此开始接触到教会的活动 第一次走入教会 听到牧师讲圣经 不要爱世界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虽然这些话似懂非懂 但对我而言 有一种招文道 稀死可以的感觉 原来教会中 大家在讨论生命的意义 人生的追求 这不是我一直苦苦寻求的吗 可是 上帝创造世界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这些新奇的概念 闻所未闻 怎么可能相信呢 我在木道班 一直跟老师辩论 如何证明上帝存在 为何说耶稣是唯一的真理 与此同时 我申请了马里兰大学的教育学硕士 并拿到了入学通知书 但是去了当地的高中考察 美国高中的教学生活 跟我想象的相去甚远 前途茫茫 该如何是好呢 这时我遇到一位宣教士 他从美国去到中国 而且不是条件优渥的大城市 是云南边境条件简陋的戒毒农场 毒品 想想都不寒而栗 如果我面前真的站着一个吸毒者 我可能都不敢跟他握手 可是 这个人可以在吸毒者 毒瘾发作时 以祷告陪伴着对方 直到他渐渐平静下来 渐渐睡去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向他请教我对基督信仰的疑问 他说 你可以自己祷告 询问上帝 这建议听起来难以置信 可是因着这个人的脸上 似乎有天使般的光芒 我每天临睡前认真地祈祷 上帝啊 如果你真的存在 请你对我讲话 请你引导我的道路 这样 大约一两个月之后 有一首诗歌 反复在我心中回响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除你以外 在对上我也无尽量 除你以外 有谁能擦干我眼泪 除你以外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我明白过来 原来这是上帝在对我讲话 于是我愿意接受洗礼 同时 我每周日去教会听讲道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这些圣经的话语 扣积我的心 悄然改变着我的脚步 我一直惧怕生养孩子 这时候却冒出念头 要不试试看 怀孕之后 我退掉了录取通知书 决定安心在家带孩子 很快 第一个孩子出生 我也开始了全职在家带娃的生活 由于从小专注读书 我根本不懂如何做家务照顾孩子 日复一日 洗衣做饭换尿布 面对繁琐家务心有不甘 力不能胜 再加上过敏性鼻炎频繁发作 身体健康直线下降 另一方面 爸妈接受不了一项优秀的女儿 窝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而我的弟弟经历了妈妈陪读陪考 好不容易被一个名办大专录取 毕业后却不想要找工作 妈妈又着急弟弟的婚事 很多的压力导致情绪的不满 宣泄在我的身上 我有委屈埋怨 有伤心失望 可是圣经一直教导我 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帮助和劝勉我 要有恩典怜悯 要学习饶恕我的妈妈 这不仅挪去我内心的怨恨 还是我懂得在经济上资助父母 在情感上安慰鼓励父母 这几年上帝的恩典多多 我丈夫一直有去教会听讲道 可是她很难确信上帝的真实存在 她长期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中 2015年更是经历公司的大裁员 在这种本该更加忧虑的情况下 她祷告上帝 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平安 由此她体会到上帝的真实性 也愿意跟随上帝 单单依靠你 你是全能的上帝 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 在你里面 我生命的安心 求你出去我一切忧虑 赐我得胜的能力 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 让我一生来爱你 让我一生淡淡依靠你 而我的鼻炎 看遍中西医治疗无效 反而越来越严重 在走投无路中 我们每天敬拜赞美主 卸下忧虑 身体逐渐得着医治 在祷告之后 奇迹般地停掉了 激素的用药 我也开始孕育第二个孩子 我从不甘心在家带孩子 慢慢开始喜欢孩子 我的弟弟几次恋爱未果 后来上帝赐给我家一位 贤熟的信主的弟媳妇 在我们全家的帮助下 弟弟买房结婚 妈妈因着多年的焦虑 长期患有甲状腺疾病 在2016年一次生气之后 妈妈头痛欲裂 去检查发现脑子里长了垂体瘤 需要立刻手术 主借着圣经的话安慰我 妈妈的肺腑是他所造的 他的恩典复辟 上帝保守妈妈动手术的过程 走过死因幽谷 更加感恩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父母渐渐明白 上帝肠阔高深的爱 开始了解 便愿意走进基督信仰 妈妈也不再焦虑 而是热心助人 爸妈停止了多年的争吵 携手下江南 飞新疆 去北海过春节 亲朋好友称赞他们的生活 如甘蔗倒嚼 越来越甜 而我们深知 这都是主化腐朽为神奇 啊 心中的人真是有福 心靠天赋也和火 等我真是有福 你的爱适合等的声 你的恩典适合等丰富 心靠天赋也和火 等我真是醒了 我要为你来唱新歌 为你来唱新歌 我愿意走 我愿全心来跟随你住 心中的人真是有福 啊 心中的人真是有福 2014年 上帝赐给了丈夫一份更好的工作 我们举家搬到波士顿 因着感受到上帝的大爱 我也非常愿意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我从前不擅长跟人打交道 但因着愿意关爱人 很快就交到了很多朋友 许多妈妈称赞我家的孩子乖巧懂事 乐意向我请教带孩子的方法 很多人也很信任我 愿意跟我分享生活中的难处 在关心帮助别人的同时 不知不觉 我内心的骄傲 暗暗滋长 我认识一位W姐妹 她由于从小生长在破碎的家庭中 患有抑郁症 跟母亲的关系也很紧张 在一次冲突中 她动手打了母亲 感恩的是 在教会和社会多方帮助下 现在她们的关系 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好转 2018年 我爸妈从中国来波士顿 跟我同住三个月 本来我们关系得到了很大的修复 这时我的弟媳告诉我 我的弟弟这三年来都没有去工作 躲在家里打游戏 心情不好时常发脾气 我弟媳忍无可忍 向我来倾诉 全家人千辛万苦给弟弟买房 结婚生子 以为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万万想不到弟弟做了父亲 还是不能担起养家的责任 我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 可是自己背负着压力越来越大 心中再一次泛起苦毒怨恨 当跟父母发生一次口角时 我极其愤怒 双手拍到妈妈的腿上 此时我猛然想起了W姐妹 我会不会也动手打我的妈妈 于是赶紧把手撤回 激愤之下只好打自己两个耳光 这次跟父母的冲突之后 我如同一滩烂泥爬不起来 感觉自己辛苦建立的美好形象 转眼之间崩塌溃烂 我努力帮助别人 希望自己的德行变好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丈夫信主比我晚 他不张扬 常常默默地读圣经 他开导我说 你是很有热心帮助人 可是圣经的真意 你没有读懂 罗马书中说 没有一个义人 是主耶稣担当我们的过犯 罪迁 我们信靠主被称为义人 没有人可以靠着行善成为义人 不要以为我们做了许多的善事 我们不断地修炼 我们就变好了 我们的本性就是罪人 我们一旦离开主 就立刻回到自己的本相 极深的罪人 以前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 有意无意间 我总觉得自己比那个被帮助者品格高尚 可是这件事情带给我深刻的教训 我真的比别人好吗 比如W姐妹 当我以一贯的热情 关爱W姐妹和她的母亲时 她们都很感恩 可是不知不觉中 我开始骄傲 觉得自己比W姐妹品行要好 然而 如果我经历她所有的遭遇 我真的能比她强吗 在跟我妈妈冲突时 若不是想起她 我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借着一件件事 上帝一层层剥去我的骄傲 征进之心 我算什么 不过是尘埃中的一例 极微小的人 罪人中的罪魁 虽然如此 上帝的慈爱环绕着我 他全然接纳我 挪去我的羞愧 让我再一次抬起头 我心中常常涌起喜乐 仿佛回到了出入北大时的 青春年少 满怀憧憬 却不再迷茫 主啊 我想对你说 为何这样深爱我 千万 人中 卷上了我 为我流血 把名声 主啊 我想对你说 为何如此 恶爱我 孤单 谁在我身旁 失落 是你少抚摸 我 主啊 我想对你说 为何这样深爱我 千万 人中 找醒了我 让我从最终 跌脱 主啊 我想对你说 为何如此 恶爱我 舍免我一切的错 待我停留永恒的过 你爱我 总不说什么 你爱我 什么 执着 千回百 转离尽风波 你的爱 从未改变过 你爱我 总不想寂寞 你将恩典 赐给了我 放下我 每分每秒 一生在你爱中度过 关于弟弟的事情 爸妈听闻 弟弟沉迷游戏 不工作 震惊之余 开始学习 依靠上帝 不再像以前一样 跟弟弟起冲突 以前 爸爸对弟弟 失望至极 屡次感慨弟弟 废了 废了 爸爸读了 《马太福音》 六章二十五节中的 这句话 不要为生命 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他居然说 小牛才三十岁 以后的路还长 还来得及 弟弟在被接纳之后 反而愿意走出家门了 他从推销员开始做起 几经波折 后来在一家银行 找到正式的工作 更感恩的是 在经历这些之后 弟弟的脾气收敛了许多 跟爸妈的关系 也开始转变 童年时 家庭和睦 这个愿望 一直如梦幻泡影 如今 却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 悄然而至 而且远超过 我的所求所想 站在大海边 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 登上最高山 才发现天有多高 浩瀚的宇宙中 我真的微不足道 想灭尘 小灰尘 小时也没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 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 请神告诉我 一切他都看见了 我所有挣扎 所有软弱和跌倒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打我呼吸收 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千万人中 他尽管心我的需要 走过地路 走过地路 要幻想 要泪水 都留下 出恩典的记号 在风雨中 耶稣 耶稣将我紧紧拥抱 耶稣将我紧紧拥抱 我神知道 祂是我永远的依靠 走过地路 要幻想 要泪水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从我和弟弟身上 我体会到 若是偏行几路 教育 难如上青天 而唯有上帝 他拥有最全辈的慈爱 怜悯智慧 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大小事 都有他的美意 他以怜悯和审判 编织我的岁月 我被责打时痛苦的泪水中 也闪着他爱的光彩 他带领我的方法何等奇妙 他的计划何等纯正 波士顿是教育重地 查尔斯河两岸坐落着世界顶尖级的大学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而我所居住的镇上 亚裔父母尤其重视推娃 在眼花缭乱的各式活动中 我们到底要把孩子们带往何方 在高举自我的时代 如何让孩子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耀上帝 服务他人 我们切切盼望孩子们认识上帝的恩典和真理 认识智慧的源头 我们盼望教导孩子 在人生的道路上 会遇到风霜雨雪 但是每一片雪花 若没有上帝的许可 是不会领到你的 在每一场风暴中 永远记得仰望头顶的天 那是一片友情天 这个情长阔高深 是十字架上刻骨铭心的爱 远超过人类的理解范畴 胜过海誓山盟 敬得起斗转心仪 此时此刻 八岁的大儿子和四岁的二儿子在下棋 其乐融融 偶尔也有相争 每次争吵时 我都提醒他们 记得彼此相爱 第三个儿子高满五个月 我们给他取名 乐歌 取自圣经中的这句话 因他 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小乐歌在小床上 扯着嗓子哭喊 他在学习自己入睡 过了一会儿 安然睡着了 窗外 雪落无声 岁月车轮 年转了多少故事 阮神长河 漂白了多少兵方 空阔山谷 回荡着多少声音 白喜交集 白喜交集 无奈了多少夜晚 你让微风吹走了我的彷徨 你让太阳照耀了我的生命 你让风雨 你让风雨 你烈烈了我的道路 你让彩虹 成为岸天的记号 烏漫和雪茅 也不能把我阻挡 套成山在盾牌 是我的胜力量 臭的全是银帽 似万无所惧怕 你赐给勇气和欣喜 抵挡黑暗 巨风和浪筐 也不能把我增揚 耶稣万处之处 坐在我的船上 大山落开小山 千亿无所惧怕 我是你色尖血 你会为我领寒 是你色尖血 我预备 你可能会是我的 你会为我领导